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德两国胆战心惊就怕贸易战冲击太大 双方一下子签署了二十多项贸易协定 总额超过七千亿台币 合作的产业包括数位电子产品 自驾汽车 人工智慧等领域 正当看似一切美好 但才没几天却出现了些微妙变化 中国的积极似乎太过侵略 一间德国机密机械制造商 原本即将被中国的烟台台海集团买下 但德国政府态度突然强硬 直接投票否决这桩收购案 除了担心被中国太空产业超车 另一个理由是危害了德国国家安全 成了继美国 英国 加拿大等国之后 另一个拒绝中资的国家 不只欧美 连澳洲也对中共相当反感 由于近几年中国磨爪全方位不断升进澳洲境内 不光是中国人喜欢在墨尔本选里买房买地 中资更遍布澳洲的矿产 观光以及教育 不止如此 中共解放军更不断在南太平洋拓展军力 澳洲也存有国安疑虑 高度掌握解放军活动 也对中资进行严格把关 各国提高警觉 就是不能让中国趁时为所欲为 三地新闻 陈泰报导 中资本人